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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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出嘻哈手势 卻怎麼有點老派 特別是讓柯文哲 小事伸手 為化身rapper暖暖身 我們以前在美國的時候 就那些 那些 就是美國黑人 拜訪知名饒舌音樂公司 柯文哲似乎放得很開 一下跟著音樂打節拍 一下學饒舌歌手搖頭曠腦 身體不自覺律動 還畫匣子大開 這樣嘻哈或饒舌 它為什麼 難道它是 在反映一個社會問題 最好的工具 可以這麼訓練 閒聊完畢 柯文哲當起學生 專心聽 專家教學 要取樣 就是把以前的老歌 取一小段 聽得一愣一愣 但重頭戲 還是進錄音室來一段 最精華的片段 科辦卻賣關子 以柯P的饒舌之路為題 釋出前導影片 但不是才說 這次來不急射競選總部 也不會有競選歌曲 難道是被對手 丁手中的Rap 激到了嗎 有去拜訪一些 世文化團體 去拜訪他們 順便被抓去錄了一個影片 唱起來 一比丁手中更好 因為他只是唸而已 我不曉得 沒有啦 那些年輕的歌手 起哄 我說好 年輕人起哄 市長配合度百分百 兩位參選人吸睛程度 高下力判 好強耶 好強耶 參與新聞綜合報導 謝謝 謝謝 謝謝